來到第26節 統計推斷 我們正式進入最後一個單元 單元5 這一節其實都是介紹正態分佈 我們普通數學裏面都有學過 但是這裡會再講多一點 我都分幾條片 省小一點來說 免得一條片太長 首先講一下正態分佈是甚麼 其實現實生活裏面很多數據都有這個分佈 譬如一堆人裏面 其實大部份人的身高都是差不多 只有一部份人是特別高或者特別矮 一堆燈泡裏面 大部份人的壽命都是相約的 只會有很少可以開得特別長時間 或者是很快息 又或者考試成績 你當DSE 大部份人的成績都在中游位置 可能是3、4等 其實很少人會拿到Level 1 或者5星星 這些數據你見到的特性就是 中游位置都是比較多人達到 頭和尾都是比較少人 我們這些就叫做正態分佈 正態分佈可以利用以下這個圖像去表示 這條線 這條線好像一個鐘 所以英文有些人會說是一個Bell-shaped Curve 你可以這樣看的 你當下面橫線的數字 是代表你量度的數據 可能是身高 可能是分數 這條7至13 其實我亂想不打 然後打動的話 你當是人數 所以你會看到10的話應該多些人達到 8就比較少 這個意思 這個正態分佈有幾個特點 第一 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一樣 就會在中間的位置 所以10就會是平均數、中位數和中數 在這個數據裏面 這些平均數、中位數、中數是甚麼呢? 我都假設你普通數學裏面學過的 如果你真的不懂 你看回之前的影片 第二 你會看到這幅圖沿著這條線左右對稱 左右對稱 第三 如果你考慮這條曲線 和我這個橫軸之間的面積 它會是一個平方單位的 這個面積是1 OK 所以 通常我們不是用人數去表示某組數據有多少人達到 通常用百分比 例如我想知道8至11的數目 佔總數多少%呢? 我就會計算這個部分的面積是多少 假設你計算到面積是0.45 因為全部面積是1 0.45 就是佔了45% 所以我們計算面積就會知道百分比人數 或者你一個說法 你隨機抽一個數據出來 它在8至11之間 但是概率是0.45 你用概率去考慮也可以 用百分數去考慮也可以 這個正態分佈的形狀由兩樣去決定 第一,由總體平均數去決定 第二,總體標準差 你不要管總體 就這樣看平均數和標準差 平均數大家都知道怎麼計算了 你把所有數據加起來 除了有多少個數據 標準差呢?我之前 在普通數據裏面說過 你按機器就出到了 你知道它有什麼用就可以 標準差越大,數據越分散 標準差越細,數據越集中 比如第一個情況 我假設大家的標準差 都是一樣的 是平均數不同了 你會發現平均數不同呢 你條線 是會左右位置有些分別的 即是說中間位是會歪一點的 譬如藍色那條 它的平均數是900 所以中間位置就是900 條線是靠左一點 綠色那條平均數是1100 所以中間位置是1100 條線向右移動了一點點 紫色那條平均數是1300 它會再向右移動更多 但是你會看到 兩條線的闊度、高度等等 就不會變的 即是左右移動了 所以我們看到平均數 是會決定我們那個對稱軸 那個位置在哪裡 第二個情況 反正平均數不變 標準差變 你看到三條線 它們的平均數 都應該是1000 對稱軸都是這一條 但是有些會窄身些 有些會肥些 你看到如果標準差是80 就藍色這一條線 它會窄身些 標準差大一點變成120 就會肥些變成綠色這一條線 最後標準差去到190 就變成紫色最肥的一條 什麼意思 剛剛說過 標準差越大 代表數據越分散 分散的意思是 就是說你的線 是平一點 或是平一點 越細的話就越集中 它就會窄一點 你看到那些數據 在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範圍的面積已經很大 但對比紫色那條線 這個範圍的面積是否小很多 因為它分散到左右 可以嗎 所以標準差其實會令到你的線 一些是窄一點 一些是平一點 但對稱做不變 如果平均數不動 我希望這兩個情況 可以令到你理解到 平均數和標準差 對那條線的形狀有什麼影響 當然考試很難這樣問你 但當是知道一件事 下面就是那個寫法問題 假設X代表一群人的身高 這個身高是呈現一個正態的分佈 它的平均數是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讀Mu 是一個希勒符號 它是Mu這樣寫的 標準差就是Sigma Mu和Sigma 我們想表達這個正態分佈 我們會用這個方式去寫 X是個身高 它的分佈是怎樣 我們會用蛇仔去寫出來 蛇仔你可以當是呈現或者情 X 呈現一個正態分佈 正態分佈 正態分佈英文是normal distribution 我們會用N表示 這是正態分佈 因為我們知道正態分佈是受著兩樣影響 就是平均數和標準差 我會在旁邊括著寫下 但留意一下 第一個數字 Mu的位置 是平均數 後面我們不是寫標準差 我們是寫它的平方 即二次方 亦都可以說是方差 OK 後面是方差 不是標準差 假設我有一個正態分佈 寫著N 前面數字是2 後面數字是9 即是平均數是2 但標準差就不是9 是開方9 為甚麼? 因為標準差二次 Sigma的二次方是9 你找回Sigma 是否會兩邊開方 Sigma等於開方9 所以就3 純粹這個位置提一提你 小心點 後面是方差 不是標準差 很容易記錯 你可能會說 沒有不同的正態分佈 只要有不同的平均數和標準差 每一條線都不同 我之後做數是否會很糟糕 原來不是的 我們學一款就夠了 它叫做標準正態分佈 我留待下一條影片再慢慢講解